人比人给死美国朱姆沃尔特航恨下马,中国055将成世界最强。 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美国,在本世纪建造的最为先进的驱逐舰,无论是全电推进、电磁炮还是科幻的隐身外形,都给这艘军舰塑导了科幻战舰的形象。 张少将很早之前就已经预言过这艘舰根本不行,造两艘都嫌多。赞助商链接。 据报道,在今年8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2019年海军国防授权法案,决定将两艘DDG1000型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从海军中出击。 除了将此舰大部分设备转为技术储备外,则日将两艘军舰搁置。 虽然还留了个后手说道,在朱姆沃尔特级各项指标达到要求之后将会重新启用,但是不难判断,被管以最强科幻战舰之名的朱姆沃尔特并没有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朱姆沃尔特级是美国由海向路纵深打击思想的重要战线。 美国在海湾战争之中评级驻海空军优势暴揍伊拉克军队,甚至恨不得让军舰上岸继续对伊拉克内陆进行打击。 已经退役成为攻勋舰的伊拉克军战列舰都被拉出来继续对的打击了。 美国人真的是为了海军队的支援费尽心机。 在海湾战争之后,美海军的政策从世界性深海海军变为对的打击的海军,于是朱如宾海战斗舰和朱姆沃尔特这种强化队的攻击的军舰成为了美军发展的重点。 赞助商链接 事实上,美军的发展政策在这20年来完全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 虽然美军在朱姆沃尔特级发展到一般的时候回过近来,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造出来的朱姆沃尔特级在队的支援上非常可靠,然而无论是不太靠谱的中压交流电力控制系统,电磁炮系统还是隐身战舰的外形至今都没能达到作战要求。 相比之下,经过了052CD的锤炼和现代籍的支援,中国海军已经知道自己走向深狼需要什么。 055就是在中国完全明了海军要求后利用成熟的技术进行设计和建造的最适合中国海军的战舰。 超过12000吨的排水量提供给055足够大的平台和足够的远洋航行能力,同时12000吨的体重让055拥有非常充足的后续改造能力。 进一步增强其潜力。 双机库式的055拥有非常好的载机和返潜效率,前614后48个多用途冷热兼容式垂直发射系统,让055拥有非常好的战场适应能力和多目标打击能力。 四面S波AXR和四面X波AXR组成的阵列,让055拥有作为舰队防空核心和打击核心的能力。 数据链系统更是将整个舰队连接在一起组成老不可破的防空网络。 赞助商链接 这些都是作为新一代舰队防空核心的驱逐舰所应该具备的能力,更何况055采用整体式设计,虽然外形没有珠穆沃尔特那么科幻。 但是其隐身效果要远超美国线连的,已经没有什么改进前景的阿利伯克级。 综上,055不光对于中国来说,对于美国也是最为先进和最为需要的核心驱逐舰。 至于说跟055同级同众的韩国是宗大王级和日本的爱党级,我只想说,您也配。 L